在這個新北市 玩笑有一個大發動 就是壓力的心命健康文化 今天要知道的 是鼓勵這個心命健康的記者 祈求思維平安 風調無損 今年民政教 又特別為一個記憶獎心庫 讓民眾可以親身 路海去體驗 自己來獎心記憶 一組組的勇士 抬著神教在眾人的加油聲中 就這樣連人待叫 衝進野柳漁港中 要來祈求神明保佑 為了好運上升 儘管海水冰冷 不少大朋友小朋友 還是奮力一跳 希望能消災解餓 從小看那些人跳 然後就覺得很想跳 然後現在長大可以跳 希望全家的身體健康平安 然後爸爸媽媽算大錢 除了跳水活動 另一項重頭戲 就是十五艘漁船 進出漁港 繞行三圈進行近海的儀式 上岸後 再將一維維新鮮的鱸魚 分送給民眾 藉此傳遞平安 漁民在新的一年 大豐收 已經有上百年 歷史的神明進港活動 是野柳每年元宵節的重頭戲 當地居民希望藉由這樣的傳統 繼續保佑大家平安順利 記者吳雅宇莊 智誠SNG小組新北市報導 都會變成全民和國旅行 離 высуш了 每年現金便宅 有 兩道